大家好,我们是 新时代力量,盛食翻转成盛食 前言 首先是研究冬季有三项 一,盛食意识未盛行 二,顺服团体食物资源分配不均 三,食物浪费是现阶段面临的严重问题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浪费 导致肌肉人数年年攀升居高不下 接着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四项 一,市场手术果没被购买的情况严重 二,明日餐桌开发新创模式减少被丢弃的食物 三,运用行销策略将明日餐桌推广出去 四,透过问证调查给予建议以及改善方法 这是我们的研究方法,请参阅 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请参阅 文献探查 明日餐桌成立于2016年,创办人为七喜 他们秉持着看见丑蔬果的优点 就如同每个人是独一味的 呼应人与蔬果一样,没有所谓的声誉 西餐桌活动后,我们发现明日餐桌属于SDGs永续发展目标 分别为拯救贫穷、消熟饥饿、健康与福祉和永续成乡 以及SDGs12.3全球人均食物量最减半等 这是我们的商业总工格,请参阅 我们提出相关的所有分析 在推广以及参阅活动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明日餐桌的优势为 七喜创新能力很好,能享出使用新活动 略视为知名度不高且低点隐秘 机会为近年来习十一世抬头 网络社群媒体盛行 威胁为收入不稳定,容易被取代 这是我们的四批,请参阅 在行销过程中,可以得知老师对这项议题都非常感兴趣 也想进行分立 但暖细胞价格过高 普遍认为内容无不值得 且不是每个品项都有兴趣 研究成果 我们还有分别设置了IG以及网站 发布新的用宣传让更多人知道 除了IG以及网站之外 我们还有设置了Lightbox以及Light机器人 Light机器人主要是向消费者发送活动消息 消费者有疑问也可以透过Light机器人来做回答 Lightbox的部分主要是解决无法自动回复的问题 IG进入我们的推广 粉丝数据设置率都有达到提升 针对收入不一定这一块 我们除了建议他们将餐宴的自由定价改为固定价格之外 我们还有设置了Light贴图 贴图的设置里面主要是以缤纷的色彩为主 呈现明日穿着温暖的形象 介绍到自己人员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们的网站 接下来是我们实际参与活动的详细介绍 首先是收菜 收菜是明日穿着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到台中市的第五市场去做收菜的动作 收到的大多是外观较差或是当天没有卖出去的蔬果 从零星几个餐饭提供到后面越来越多餐饭加入 也让他们的食物来源更多更稳定 夜访是明日餐桌在周六以及周日晚上都会固定有的活动 会透过走路或是骑机车的方式到台中市市去 发发他们所准备的暖心包以及便当 暖心包是和台湾新创厂商合作 并且请尼尔赛搭配内容物 里面会有各种杂量坚果以及高蛋白质产品 让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营养 也可以得到饱足感 而便当的话是由当天中午收回来的菜所做成的 让舅我们可以吃到暖乎乎的便当 他们也会透过这个过程跟舅我们聊聊天 关心他们的景况 盛食饗宴是一个聚集大家一起吃饭的活动 主要是采制的定价模式 由消费者自行决定这才值多少 在现场会跟明日餐桌的创办人七夕 以及明日餐桌的居留者一起享用 当天从菜市场收回来的菜所做成的料理 在餐桌上大家会互相聊天 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提出对明日餐桌的疑问 会有明日餐桌的居留者为大家解惑 让大家更了解明日餐桌 我们利用自身的力量去推广摄氏里面 以及发送的信号 我们在社区及学校进行推广 利用社区的活动时间 以及学校下课之间 去分享摄氏的定义 以及如何减少摄氏 并让社区里面及老师们品尝 我们利用摄氏所做成的料理 他们知道摄氏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都是具有营养价值及美味的料理哦 感谢乐与建议 我们总结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是明日餐桌 透过享用活动去拯救丑树果 这项活动不只是对社会议题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 这项活动也是拯救丑树果最重要的一环 第二个是我们结合了直信分析 以及多人化策略去制作海报 这款明日暖心包 我们也借由直信分析了解到 明日餐桌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及顾客的额围 让我们更好的去协助他们 因此我们建议他们可以做出文创商品 以及料理包 来让收益更加稳定 最后我想说的是 即使明日餐桌陷入疫情危机 看他们的脚步绝不停止 即使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也持续地把便当送给邪友们 就是这份精神 所以我不只想要推广明日餐桌 更想要把这份理念推广出去 渡舍食物浪费 从你我做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